大家好,我是張偉安 今天為你們介紹這輛Honda 2016年CBR 500R 這輛車其實是給新手至進階的騎士選擇 我覺得比較合適 因為這輛車,論外形來說 都是一輛跑車的外形 整輛車頭至尾都非常流線型 說到坐姿方面,亦都非常適合新手操控 因為我身高也不是太高 但坐在車上,兩隻腳都可以觸碰地 因為這輛車不是叫做PAT的車 也屬於高軚 駕起來也是相當舒服 我現在坐上去,半身這個範圍 都可以很容易駕馭到這輛車 因為正常PAT的話 以及座位太斜的話 駕起來會比較辛苦 現在這輛車,我一坐上來都是很舒適的 上半身都不需要做太多的動作 已經可以操控到這輛車了 其實我自己在街上駕駛這些 我們屬於街跑的車來說 這些軚是比較適合在街上駕駛 因為它的設定都比較高 你不用太大的動作就可以轉向到彎 一般PAT的重心是低 但如果在一般市區 太多塞車的路段來說都會比較高 我剛剛都試過這輛車的性能 在馬力方面,這些機器都是屬於街車 以及比較適合一些新手、中街的人士 它的馬力輸出都比較暢順 不會說在塞車的路段 不會說太錯 在馬力輸出方面 它不會說像600cc Super Sport 以上的車 馬力會比較大 它這種車來說 輸出比較暢順 而且不會說太過牛 比油的時候 一般市區來說 由二、三波來說都比較暢順 一般去到一百至八二都很輕鬆 可以去到這些時速 說到迫力制度方面 雖然它是單碟 但一般這輛車的重量和車速 迫力來說都比較適合在街上使用 以及足夠你自己的需要 如果是孖碟的話 我覺得太過重 因為迫力太過重的話 它相對避震的設定 就要更加去提高 更加要再硬些 它單碟剛剛好 力度就很配合 頭避震的軟硬度 剛才在市區都感受過 頭尾避震的吸震情況 剛才都試過有一些大彎 雖然都是略遠一點 但是因為它都可以 負到那些太過抖的路段 都可以吸震到 一般轉向來說 都沒有影響車架和避震的協調 情況都相當之好 我會做的